全是棺材 探险时遇见一千多具棺材出现在深山溶洞 你知道有多可怕 这里并不是羊皮洞 位于贵州最神秘的苗族洞葬群被我们亲眼所见 三层石墙防御公式的后面隐藏着怎样的秘境 真的拍摄许可后 我们一起回忆着震撼心灵的洞葬奇观 上面还有用金丝勾勒的图案 刚刚我们用无人机看了一下 传说中的千关洞就在我面前的这个芒谷的尽头 我们能感觉到那个洞中透出的寒意 这时候是53克 所以我们选择这时候进洞 也是那魔芋 这个有很多人不认识 走 继续出发 这林子太密 种子叶 咱们这时候已经来到了千关洞的洞口 可以看到在我面前有几扇巨大的城墙公式 前面这个城墙已经垮塌了 现在是残缘断壁 我们应该要从那个方向穿越城墙 然后进入它的第二道防御公式 洞庭高约35米 主要的宽度是20多米 这个要是从洞顶神降下来的话 咱们队友火门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了 所以一个女孩子有这么大的胆子的话 还是非常少见的 城墙上面就有很多设计孔位 看到这个城墙上 可以看到城墙的外延是垂直向下的 但是里面是分为了四个台阶 城墙的地基后约四米 采用的是4321的收纷气墙方式 现在我们爬到城墙的最上面看一下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4321的收纷方式呢 更加的牢固 城墙的最上面厚约一米 这里可以看出这是城墙的最上面一层 这里看起来好壮观 在火门的正前方 就是一个石坊墨的圆形石拱门 它的宽度差不多在一米五 高度在二米五左右 一体成型的一块长条 它所有的宽度在两米五左右 这边有一个门柱孔 这个门柱孔的直径差不多是八公分 八公分的直径的话 这里曾经应该是用的木制的大门 是一个双开门 但是现在木料不见了 在里面有发现这种小石院 这小石院应该是苗族先民所居住过的 哇 好大的洞听啊 你们猜一下 这里有小石院 这边也有 这有灶台 一个石头累积的灶台 但是里面没有造型土 应该使用的时间不长久 小碎石头 累积起来的这种石院子 就是洞穴里面坐的单间还是怎样 如果它是个房间的话 那么它的大门又在哪里呢 不得而知 小石院后面有一个暗道 我们把防备卸在这里进去看一下 那我用木头装备职业性了 这边不会有人怕在地上 小心别踩到你了 这到了镜头嘛 这就是一个小石院的密室 但这个密室还挺隐蔽的 应该是曾经的苗王菜族 居住的一个暗室 继续向东道深处前进 这里出现了很大风 第三道防御工事 对 这跟笔记里面记载的是一样的 比如说咱们穿越这道城墙 就可以见到那个 散落遗地的棺材板 走走出发 在我们面前出现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操场 所以前面会不会是沼泽 有点软但是陷不下去 这里洞厅差不多有30多米高 很大一个平地 这个周边还是没有看到 那个千关洞里面最震撼的一幕 我们可能还要向东道深处前进 全是棺材 我去 这全都插着白帆 真的有 这里还有火烧的痕迹 散落遗地的弯木残骸 白帆 应该是后来的人挂上去的 这边还有年代更为久远的棺木残骸 这个我们不静景拍摄 为了表示尊重 看没 这里是12345 五副棺木 快看这边有出口 千关洞有出口啊 像一个月牙形状的洞口 但是从这里看过去 能够看到那个洞口有很多的木架子 洞道的一侧 这边有一幅漆黑如墨的棺木 这个棺木架有六个角 六个角的应该是德高望重的男性 如果它是四个角的话 应该就是女性 这个前面还有一个红色的油纸伞 旁边还有一个瓦罐坛 听到了警笛声没有 是什么情况 我们去到洞口看一下 有很大的警笛声 这里也发现了一幅非常久远的棺木 我们越往前走越多 这里有一个圆形的木种 上面插的有白帆 这个棺木架子就是四只角 这前面全是木匣子架子 看到没有 这个地上还有一个相机的拍摄支架 就在这个以前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恶劣的直播事件 咱们这次的拍摄是完全合法合规的 而我们不会拍比较敏感的画面 请不要给我陷流 看一下这里有 一幅棺木不到70公分长 上面还有用金丝勾勒的图案 在我面前全都是陈列的非常整齐的棺木遗迹 一直到洞口 这里有几百个平方 可能有上千具棺木 一千多具棺木 陈列在洞中的奇景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幅棺木的棺架是六只角 这个应该是德高望重的男性 那么这边呢 它就是四只角 四只角的是女性的棺木 刚才发出警笔声的 就是这个树上的监控 实际上这里是一个景区啊 不破坏这个洞穴里面的场景的情况下 保持敬畏之心 就可以进入这个洞道中游玩 让大家来这里玩的时候 能够带走随身携带的垃圾啊 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你们走吧 你们走吧 我就住在这里了 我今天必须要在这里录营 很多人关心我们这个电池用完了怎么办 当然是就在车上充啊 我们这次带了一个百克龙的户外电源 这个非常的好用啊 它是一个600瓦的功率 然后充无人机剪视频 这样用笔记本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我们同时可以用两个笔记本 然后还可以给无人机充电 给手机充电 还可以做饭啊 可以看到这时候是交流电在充哦 非常的快 防操电的话是必须要用四电充的啊 要是没有户外电源的话 那就不好操作了 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吹风机 嗯 这要是用用嘴吹的话 那肺活量 我自己我得翻 但是哈哈哈 这要他觉得要吹的翻过去啊 现在看一下它是怎样操作的啊 插到这个四电的口子上啊 好 这里这个很简单操作啊 这里有个开关 非常累累 去床就已经吹起来了 很硬啊 哦 非常的扎实啊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货外电源 整体用了5%啊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的省电的 这样可以充个20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现在就上去赶车里面了 哇 好舒服 哈哈哈 太爽了这个看来没有 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感觉跟睡家里面完全是没有区别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在车里面睡是怎样操作的 我先把这个座椅往后调 看看我们在户外是怎样休息的 然后我把这个床椅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马上做饭啊 往前拖 然后再把这个往下放 看到没有 这样操作的 然后呢 再把这个睡袋和被子拿出来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一起的是四个人 所以有两个人是睡在车上的 还有两个人呢 是睡在帐篷 这样操作的 我们今天呢 是准备做一个三鲜火锅 然后再煮一壶好茶 一壶好茶 对 一壶好茶 这个是柴火炉子哦 大家见过没有 没有 然后呢 我们依然是 你就让你看着 用这个电源啊 嗯 驱动这两个炉子的这个 鼓风机 这个是真的允许的 大家野外用火的话 一定要在 可以生活的地方 要保证安全 要在可以生火的地方生活啊 这是三天丸子 然后那边是煮的茶 这时候开了之后 我就把这个稿里头 应该把碗子放进去 哇呀好疼啊 哎呀哎呀 哎呀啊 满上满上 茶不能倒满 哦 香气四溢啊 看到没有 很香哦 我们要注重银酱品的 香的 在窗户里面 开饭了 开饭开饭开饭 香不香香不香各位香不香 你慢慢开 我们先吃吧 哎呀 这个 要开干了 这都是生动活虎的 干不过他们 干 干不行了 慢慢搞吧 爽的很 好 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